我本身對於一些 我看到的一些 可能不公不義的事情啊 社會議題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會在約會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去跟我女朋友抱怨 然後呢一場犯下來 我就不斷的講不斷的講 我有事後想想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這對於約會 其實是不好 我是在覺得就是說 兩個人在一起 當然我真實的自我 對方慢慢就會知道這樣子 但是兩個人的關係 如果能夠更進一步 或者是能夠有所改進 那是因為 在我們兩個的互動過程當中 我發現我這樣子做 其實並不太適合 我們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我願意修正 我這個部分 要不然如果六號 他永遠都在那個地方 發表他的偉大的言論 我在想他們的約會品質 應該是日漸下降才對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不應該只是說 反正我就是這樣 你想怎樣 你不想怎樣 就不要過來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就是不是一直自我中心說 我就是這樣 我不願意改變 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 就配合我 對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 應該是說 我為了讓我們的關係更好 我願意改變 是 調整 其實我覺得人 就是修飾跟掩飾 其實是不一樣 如果說你掩飾 好像就隱藏你真實的自己 你只為了要討好對方 可是修飾的話 就是人跟人之間 就是為一個禮儀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實的自己 也是要考慮到 對方跟你相處的時候 他有沒有覺得舒服 有沒有覺得被尊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實 也不能夠真實到 讓別人覺得很尷尬 還是覺得不曉得要躲到哪裡去 這樣子